可是如果你要做多果语系的话 你第一步要先什么呢 先在你的这里面 特别是找到Values 这个目录有没有 找到有一个叫做Strings的一个 自算资源档的一个档案 特别是要 就是说呢 以后把你的相关自算放在这里 记得是Values里面的Strings 那我们会有两个自算要建立 这两个自算要怎么建立 第一个Add Add什么呢 String对不对 按确定 那怎么建呢 第一个我就加一个什么 比如说这个名称叫Phone好了 Phone 然后呢 它的名称就是 叫做电话号码 这一个 特别在这里 你不要用Ctrl V 贴上的话会有错误 你如果Ctrl V 它很奇怪 它不见的 它会跑到这里来 所以这里不要用Ctrl V 要怎么做呢 这边好像用那个 我打一个Phone 你用Ctrl V会错 你就用右键贴上 好像没错 不会错 然后加上去之后点这边一下 所以就建的第一个 它的Key是Phone 它的Value是电话号码 OK Key Value的架构 再来的话一样String 然后第二个是Clear好了 然后它的里面的Value 它里面只是清楚 这样的话呢 再点 特别是它没有确定 你要怎么确定 点这边一下 确定了 OK 好 最后再把它Save Save之后呢 我们就完成了什么 我们等于是繁体的这个语系 的那个自串资源 那怎么加在我们的界面上面呢 切过来 对不对 切过来之后的话呢 把这边呢 记得按右键 刚刚是AdTest的时候 直接打字对不对 这个时候请各位注意一下 不要打字 你如果建立自串资源档之后的话 上面这边会出现什么 Phone 有没有 所以你直接用选的 就是说你先建了 自串资源档里面的这个Phone 然后呢 再用选的 选它Phone OK 这边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AtSrins 有没有 然后的Phone 它是指向这个档 里面去抓那个里面的字 刷案确定 那这边的话 也是按右键 然后AdTest的时候 不要自己打 用选的 选什么 Clear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是用取得 自串资源档的话 你会发现原来的 金探号不见了 对不对 金探号不见了 不过这些因为自己打的 不过因为数字跟 这个符号没有关系 你不用再额外去建立 自串资源档 即便你做了 自串资源档的话 也会发生错误 OK 这里的话第一阶段 把你的什么呢 这个金探号先取消 取消的方法 这边注意 先建立自串资源档 再选 用选的 OK 先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跟多国云西 有什么关系呢 非常有关系 你第一步要先把 你的自串资源档 放在那个Streams里面 以后的话呢 画面上所有的自串 都是用选取的方法 好